黎作鹏 第二柯柯长,参加了长征,在抗日战争时期,练抗日军政大学参谋训练队队长,八路军1150司令部侦查柯柯长,作战柯柯长,沙东京区参谋处处长,解放战争时期,任东北人民自治军,东北民主联军,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,东北民主联军,东北野战军第一栋队副司令员先参谋长, 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16师师长,中国人民解放军,第四野战军,第四十三军副局长,第四十三军局长兼任第127师师长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担任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,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,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,总参谋部局局部部长,海军第一政卫,副总参谋长 兼海军政治委员等职,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,1971年9月被停职检查,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,这小党内外一切职务。 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,承认他为林彪,将金法革命集团主犯,探处有期徒刑17年,剥夺政治权利5年,扣保外就医,安置在太原。 2009年1月3日在北京市市,享年95岁,李志鹏的夫人是董七彩,1939年到纪鲁边游击区参加巴陆军,开始担任医生,后担任培养医务人员的教员,隐必修养所所长。 解放战争期间,担任四野机关卫生所所长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他任武汉高级部校医院院长,1955年授与中校军协,团级干部,任武汉京区渡军161医院院长,后任武汉京区总医院副院长,1964年积升上校军协,师级干部。 调北京后,任海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,后被开除党籍,撤销行政职务,定门行政十四级,按退销处理,2005年二军病故,他们生育有五个子女,一,女儿,李大征,李佑征,李小征,一,长女李大征,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毕业,人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当代妇,嫁给了曾经是林彪之女林痘痘, 全民序的对象之一刘伟青,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八年的审查下放生活,转业回到沈阳,刘伟安置在审核区文化馆,李大征则到了审核区第四门者部,李大征夫妇与父亲二次女李佑征,二女儿李佑征,一在总参三部工作多年,被先联后先被专案关押,又桥湖北中乡部队农场工作,后转业到了地方农场工作, 三,李小征,北京大学毕业,人在海郡宣传部新闻处工作,被先联关押几年后转业到地方工厂,二,儿子李冰天,李延,天一,李冰天,海郡专科学校毕业,人在海军北海舰队青岛警区工作,因受力,错棚问题影响,转业时,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区 海博晚玻璃厂,李冰天要求专业对口,调整工作,中组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党类组织部和交通部协商,于1979年6月22日,将李冰天调到交通部工作,交通部考虑其所学专业,将他分配到交通出版社到航海资料工作,李冰天与父亲二李延天, 1955出生,刚刚16岁,就被办学习班,在海军农场几年,出来后先被安排在农场劳动,李冰天,李延天和儿子